血压如果达到了140-90毫米拱柱 那么要不要开始吃药呢 这里告诉你治疗的时机 如何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最近有一位朋友才发现血压升高 测量两次最高在140-90毫米拱柱左右 开了药 吃了一周之后出现头昏 再次测量血压偏低了 那么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吃药呢 对于高血压的朋友 哪种情况需要开始吃药 有哪些预防并发症的方法 今天和大家讲清楚 根据高血压最新防治指南要求 启动降压治疗的时机取决于 包括血压水平在内的总体心血管风险 也就是说 如果医生判断你已经属于高危人群 那么就必须尽早干预吃药 如果已经有了高血压 那就评估一下存在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 第一 对于没有血管斑块 不吸烟 没有糖尿病 也没有心脑血管病的朋友 当血压在160-90毫米拱柱以下时 可以暂时观察 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 监测血压4-12周 如果血压还不能控制到140-90毫米拱柱以下 再吃降压药物 第二种情况 对于有上述的危险因素 医生判定是高危或者很高危的人群 那么即使血压刚到140-90毫米拱柱以上 也要开始吃药治疗 三是 对于血压已经超过了140-90毫米拱柱 不论身体状况如何 都需要开始吃降压药物 第四种情况 对于65-80岁之间的高血压人群 只要血压大于140-90毫米拱柱就开始吃药治疗 但是如果是8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呢 可以适当放宽到高压在150毫米拱柱以上再开始治疗 第五种情况 如果合并脑足中 只要病情稳定 血压超过140-90毫米拱柱就可以吃降压药 合并 冠心病 心衰等这些情况 都需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拱柱以下 第六种情况 如果出现了肾脏疾病 有蛋白尿的存在 那么对于高血压的要求更高 只要大于130-80毫米拱柱就可以吃药 怎样才能减少高血压的并发症呢 建议从八个方面入手进行控制 第一 少吃盐 每天要求要低于6克盐 第二 补充甲盐 可以吃低辣盐 因为低辣盐 很大低 很甲高 注意如果肾功能不好 不建议吃低辣盐 第三 合理饮食 每周至少吃25种食物 第四 积极控制体重 把自己的体重指数控制到24以下 体重指数等于体重多少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第五 戒烟 限酒 第六 增加运动量 每天进行有氧运动至少在30分钟以上 第七 调整心态 不好的心态对血压影响也较大 第八 管理好睡眠 睡眠质量差 经常熬夜的人血压也很难控制好 只有把血压控制稳定 定期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就医 才能最大限度的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高血压的人这样一步一步损害心脑肾 告诉您有效的阻断方法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高血压多数人没有感觉 所以有的人就很不重视 但是如果血压不加控制 它会一步一步损害心脏脑血管肾脏等把器官 最终造成严重的并发症 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出现 首先 高血压侵害心脏 因为心脏和血管相连 形成一个密闭的系统 当血压升高的时候 心脏就必须使尽全力把血液向血管里排 让血液有效循环起来 久而久之 心脏会出现以下的病变 先是心肌肥厚 竖章功能减退 进而出现心脏的扩大 心脏半膜关闭不全 出现冠状动脉周样硬化 微循环障碍 引起心肌缺血 诱发心脚痛 心肌梗死等 最终出现心力失常 心力衰竭 其次高血压损害脑血管 高血压引起脑血管的硬化 管腔狭窄 血管内膜增厚 可以引起小动脉变性坏死 形成微动脉瘤 当血压进一步升高 或者在情绪激动 寒冷刺激等作用下 血压急剧升高 就会诱发脑血管的破裂 引起脑出血 血管也可以出现 堵塞 引起脑梗塞的发生 因此 对于脑血管来说 血压过高和过低都不好 过低的血压 会让脑血流减少 血流减慢 无疑也有利于血栓的形成 第三 高血压肾脏损害 肾脏是过滤血管内 代谢产物的器官 当血压持续升高的时候 肾小球的压力就增大 就容易让肾血管变硬变脆 影响肾脏的滤过功能 让好的蛋白质等 通过肾脏漏掉 形成蛋白尿 长时间发展 就会出现肾功能的衰竭 所以高血压早期检查 一旦出现微量白蛋白尿 说明已经出现了肾脏的损害 如果尿中有泡沫较多 大量的蛋白露出 血基干水平也出现了异常 说明肾功能损害已经很严重了 高血压的朋友呢 由于身体器官的代偿能力较强 早期很少出现并发症 但是如果不重视疾病的发展规律 任其发展 不注意科学管控自己的血压 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很高 一旦出现并发症 多数都是不可逆转的 那么怎样才能阻断这种并发症的出现呢 首先要做到防患于未然 积极改善生活方式 严格低盐饮食 每天的盐呢 摄入量要控制在6克以内 提倡有氧运动 避免精神紧张和熬夜等 其次药物治疗 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一种甚至多种药物联合 把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拱柱以下 又要做到平稳降压 尽量选择长效降压药 减少血压的波动 第三定期进行复查 根据血压控制的稳定程度 进行复诊检查 了解血压的水平 评估高血压对靶器官的影响程度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